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双溪区平邻里10号举办共餐活动 因为快过年了 里长这次是特地邀请了 瑞芳树道学会以及美法师来做公益服务 需要让平邻里的乡亲可以拿到好彩头 又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清爽 双溪区平邻里今天的共餐很不一样 平邻里长表示 快过年了 这次特别与瑞芳树道学会 共同举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要让民众免费带回家张贴 希望可以在新年博客豪彩头 这边的共餐活动 我有配合 我们跟医生已经几年来 请瑞芳树道学会来写这个问联 会好 现定会好写问联 要选上我们这些乡亲就对了 所以我们里面 今天也有选择 议检投法免费的预检活动 配合过年头前 连结的气氛就对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节气氛也都比较淡 淡了 那借着这个宋春联 大家喜气洋洋来营造我们过年的气氛 再来呢就是说 推广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 我们的线条艺术 另外除了现场回号宋春联 平林里这一次共餐还没合了当地理容业者 前来帮忙营法长辈益检服务 希望可以让比较弱势或是行动不变的长辈 在过年里里一个清爽一点的造型来度过新年 我已经做美华五十年了 然后啊 那个里长是我同学 我跟他说 功德彩啊 一定要教我 招呼我一生的话 我就会来了 不错啊 这个很好呢 大家都有这个热心啊 我感觉很好 会借着我们那个老人共餐的活动 那一并办理我们春年飞豪 以及替我们老人家修整圆面的这个活动 那么老人家呢 在今天感觉到他们都能够整个焕然一新 能够迎接春节的来临 也希望他们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参院区长刘欣明也与大家一起在现场 挥豪写春联 何欣明表示 平均里一整年都在公益服务 方面不予余力 今天又举办送春联以及一检 让地方的印发长辈 大家可以过个好年 也让长辈们越来越乐活健康 接下来分享双一场报道